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千雪 第1060集 姐 我姐夫她不是这个意思 你别误会了 凤九儿的声音在山谷中传开 哪怕明知道要多走不少弯路 只要甩开那位宝主 大家的心情都不错 谁是你姐呀 本小姐看着比你年轻 好不好 乔木连头都不回 快速往前 看着 我瞧瞧 哦 是吗 哎呀 什么姐夫啊 乱七八糟的 哎呀 对呀 我怎么忘记你是我嫂子了 一时之间忘了 不好意思啊 乔木和凤九儿斗着嘴 剑衣跟在两人身后 偶尔往其他地方看一眼 更多的时间 视线都在凤九儿身上 不一会儿 三人便来到了山脚下 停下脚步 望着高山 上了这座山 能看见不少山脉 也不需要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了 凤九儿丢下一句话 从马背上下来 话虽这么说 要翻上这座山也不容易啊 乔木下了马 伸了伸懒腰 从昨天开始 大家就没有好好歇息过 忙起来并不觉得有什么 但人总不能与机器相比 累是在所难免的 凤九儿看了身旁女子一眼 又抬眸看了看头顶的太阳 现在离五十也不远了 上了山 吃点好吃的 哎 好啊 不需要我动手 才更好呢 挑了挑眉 乔木举步往前而去 哎 走吧 我可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 有事做 总比闲下来要好 凤九儿轻轻拍了拍马背 放开马绳 追月 别到处乱跑 等我回来 马儿点了点头 似乎真的能听懂那般 要征服的山头何止一个 凤九儿也不再耽误 转身跟上乔木的脚步 剑衣总是安安静静 很多时候 你甚至可以忽略它的存在 可它总是能时刻出现在凤九儿身旁 从不缺席 荒山比一般经常有人出入的山还难行不少 但三人还是用了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 便上了山顶 山顶有点寒 还好太阳充足 在阳光下并不会觉得很冷 三人来到一处相处较平缓的地方 凤九儿回头看着剑衣 剑衣就去附近找吃的了 并叮嘱他们不要到处乱跑 凤九儿从怀中掏出望远镜 转身往乔木走去 古代的望远镜 倍数都不会很高 但也算管用 出发之前 凤九儿特意让人多弄了几个回来 九儿 在这儿能看见不少山脉呢 站在峭壁上的乔木 一上来便开始眺望远处 一眼望过去 除了山脉还是山脉 可偏偏他们要的就是山脉 是啊 想象着有一座山上 有金子在发光 心情会不会好一点 凤九儿微微勾了勾唇 在乔木相隔不远的地方站稳了脚步 他拿着望远镜 视线开始在这些远近不一 密密麻麻的山峰上游走 九儿 这么看哪怕真的有 你能认出来吗 乔木在一旁比较平滑的石块上坐下 我觉得还是多走走才行 而且每一座山上 从不同角度看总是不一样的 寻宝之路我们早就做好了准备 是不是我上山之前叹了一口气 你记在心里了 不要婆婆妈妈了 拿着望远镜的凤九儿轻声回应 那幅图早就落在我脑海中了 只要看见我一定能认得 放心吧 我们要爬的山远远不止一两座 不同的角度我都要看遍的 凤九儿回头看了乔木一眼 微微勾了勾唇 你累了也躺一会儿吧 咱们也不是木偶 歇息肯定是有必要的 等剑衣过来 我会叫你起来 放心 有好吃的 不会忘了你 乔木看着凤九儿轻挑了挑 那好 我先休息了 你自己慢慢找 话语刚落 乔木回头找了一个地方 躺了下来 凤九儿假装不在意 眺望了一会儿山脉 才回过头 看着乔木闭上双眸 他浅浅叹息了一声 凤九儿知道 乔木为何累 他一整夜不眠不休地 守在外面 还要担心他们 在里面的情况 怎么可能不累呢 不过他也挺欣慰的 至少这个家伙 有什么都愿意 与自己说说 累了便歇着 谁也不应该硬称 这才叫生活 可悲的是 凤九儿看了两三课中的时间 双眼早就看花了 还是完全没有发现 一点点相似的山脉 虽然这样的结果 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 他还是有几分失落 从某座高山收回视线 他感觉到有人在靠近 如何 靠近的剑衣 手中拿着两只烤鸡 还有几个红薯 这么快 看见肥美的烤鸡 凤九儿刚才的 那点小失落 早就烟消云散了 还能如何呀 没找着呢 等会儿 在其他方向再找找 吃饱再说吧 嗯 剑衣汉手 腾出一只掌 递向凤九儿 凤九儿垂眸看了一眼 伸出手 牵上了他的掌 一跃落回到了平地上 给他有两只鸡腿吧 反正还没下山 让他多睡一会儿 凤九儿看了看乔木 才回过头 与剑衣一同坐下 好 剑衣放开他的小手 很自然地撕下一只鸡腿 递到他面前 凤九儿接过鸡腿 大口啃了起来 我肚子早扁了 香啊 剑衣看了身旁的女子一眼 才将美食放在了一片干净叶子上 他拿起一只鸡 将鸡腿 鸡翅膀都卸下 放在叶片上 自己开始撕扯鸡身上剩下来的肉 凤九儿不一会儿便啃完了一只鸡腿 再拿起第二只 他抬眼的时候 看着剑衣正吃着索然无味的鸡胸肉 嘴角不自觉上扬 给 凤九儿将手中鸡腿递给剑衣 他突然发现剑衣也挺可怜的 似乎他的出现就是为了被他欺负一般 凤九儿不知道剑衣以前和凤青音是如何相处的 可好歹人家凤青音在家有爹腾 进宫还当了贵妃 跟在他身旁 至少能白白胖胖 剑衣跟着他 似乎也没过几天好日子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